大家好 歡迎觀看居家101 我是阿杜 我們之前介紹過UFY的無線監控攝像頭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UFY的門鈴攝像頭 一樣 我們會先說說我選擇UFY的原因 然後分享使用的心得 會順便說一些門鈴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最後分享一些錄製的畫面 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 在購買監控設備之前 請先想好如何跟其他的監控設備配套 這樣的話 一個APP就可以觀看所有的設備 門鈴攝像頭我不選擇最普及的Ring跟Nest 因為這兩個品牌是必須要使用付費的雲端訂閱服務 所以我在買監控攝像頭時 就已經選擇要使用UFY來配套了 UFY的話 不管是監控攝像頭或是門鈴 都有不需要付月費的選擇 也就是使用儲存器 要嘛像我的監控攝像頭有獨立的儲存器 或是像這個門鈴裡有15G的儲存容量 缺點的話 就是如果對方直接拔走了你的門鈴 你的錄像也就被拿走了 所以最好是買有無線門鈴或者儲存器的版本 這樣至少錄製還在家裡 這個無線門鈴旁邊可以插一張MicroSD卡 早期的UFY好像只能使用這個無線門鈴 而不能使用自家的有線門鈴 但是現在新一點的版本 已經可以自由選擇要使用哪一種門鈴 這個UFY的門鈴有幾個版本 這個版本是既可以使用電池也可以用電線的版本 既然本來就有線當然是用線最好啦 這樣就不需要充電了 使用有線的版本記得先確保電壓足夠 我記得應該是18V左右 可以去併壓器查看看 這個變壓器通常在熱水器的上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通常在這個位置 在門口那裡門鈴其實就是兩條線 只要一接觸就會觸發門鈴 如果接觸後門鈴不響 要馬是變壓器或是電線出了問題 不然就是門鈴卡住了 有時候把外框拆開 然後把裡面的灰塵清理一下 說不定就會恢復正常工作 如果門鈴不響 你可以直接拿電錶測變壓器 看看這裡有沒有問題 如果這裡沒問題 也可以看看門鈴電線的電壓 記得這都是交流電不是直流電 如果兩邊都沒有問題 那也有可能是門鈴自身的問題 我們這邊來看看自家門鈴的構造 在按下門鈴後 它裡面的金屬棒會撞擊外框 也可以測這裡的電壓看看有沒有問題 有時候只是這裡的灰太多卡住了 如果你的前門鈴出了問題 也可以換到後門鈴 把左邊前門鈴的線 挪到右邊的後門鈴就可以了 這樣它就會使用右邊的金屬棒 來替代左邊的金屬棒做撞擊 或是直接用無線的也可以 這門鈴更新一點的版本有兩個攝像頭 一個在下方專門看包裹 不過我覺得不是特別必要 Yuffie還有一個優點 你可以從它的APP直接下載錄像 有一些其他品牌 錄像只能用圓端服務 使用儲存器的牌子通常在這方面差一些 通常需要下下MicroSD卡才行 Yuffie在這方面就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把它拆開 然後安裝 這裡面有一個門鈴攝像頭 一個無線門鈴 它這後面需要用它附加的接頭才能插到插座 然後是說明書和貼紙之類的 一個平的和一個斜的底座 這是因為如果你安裝門鈴在側邊 如果沒有一點角度的話 是不會提早看到有人來的 一個針型的鑰匙還有兩條電線 一條充電線 這個門鈴也可以使用電池 不過我就直接接上電線 然後是無線門鈴轉插頭的接頭 我們現在開始安裝 我們先將我原先的門鈴拆下來 如果是沒有攝像頭的老式門鈴 通常你可以直接把它拉出來 而這種有攝像頭的 通常是它下面有個羅釘 固定在底座上面 鬆開羅釘就可以拉出來了 下面是兩條電線 我們把羅釘鬆開 把底座拿下來 這是18V左右的低電壓 所以不斷電的話也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下 盡量不要讓電線接觸 不然持續通電可能會損壞門鈴或是變壓器 這兩條電線接觸使用 門鈴就會響 我們把新的底座裝上 我使用的是有角度的底座 固定上去之後 只要把這兩條電線接上門鈴設像頭就可以了 但是這會有點困難 你可以用包裝裡面的電線 延長它 不過那些電線原本是設計給你把門鈴排除在電路之外 我們這邊也不使用延長 因為我不想在後面有太多線 不過你在接上去之前 最好用APP統佈好 不然這後面的QRcode到時候會很難掃 最後直接壓進去就裝好了 我們除了設定門鈴攝像頭之外 還需要設定無線門鈴 這個無線門鈴可以插MicroSD卡 畫面將會被儲存在裡面 所以要藏在比較隱蔽的地方 我們來測試看看 我們來測試看看 無線門鈴跟有線門鈴可以在APP裡面切換 無線門鈴鈴也可以在APP裡面更改 最後我們來看看畫面 這是早上的時候的路子畫面 這是靠近門的時候的畫面 這是側邊的時候的畫面 這是晚上有燈的時候的攝像 這是晚上沒有燈的時候的路像 這是晚上沒有燈的時候的路像 聲音自從攝像頭直接接觸到了 可不可以看看滿不滿意 目前我使用的半年多,還挺滿意的,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它的反應比我以前防盜系統給的監控攝像頭快不少 基本上用APP也沒有什麼遇到畫面刷不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有Google Hub的話,可以把門鈴畫面弄上去 Hey Google, Stream the Doorbell 不過這個系統應該是使用網頁版本的Yuffie 網頁版本不是很好用,經常會刷不出來 這也經常反應在Google Hub上,所以這個功能其實不怎麼好用 不過剩下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跟外面的攝像頭一樣,最好把模式調成有物件移動就會錄製 然後錄製的時間調長一點,然後取消沒有物件移動時就會中斷錄製 這樣才不會出現一堆斷斷續續的畫面 這邊最後補充一點Yuffie的一個缺點 我沒有辦法跟其他品牌比對 不過依我使用的情況和一些網上的比對 Yuffie在喇叭發聲的品質還挺差的 這功能在攝像頭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所以那時候沒有特別注意 不過在門鈴這問題倒是挺嚴重的 因為你在說話時,並沒有辦法確定對方聽清楚了沒有 你聽得到嗎?這就是攝像頭的聲音 這就是攝像頭的聲音 這樣我們就完成啦 如果您覺得視頻有幫助,請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會盡量更新各種居家建議,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非常感謝,謝謝收看